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新约圣经中的妇女 我们今天分享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撒玛利亚的妇人 我们不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叫什么名字 我们仅仅是以地名来命名 我们常常称她是撒玛利亚的妇人 事情是这样的 耶稣要往加利利去 她要经过撒玛利亚 因为走路困乏就坐在雅各井边 当主耶稣腹肌口渴的时候 她仍然在不断地救人的灵魂 可见主耶稣的爱 那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呢 和喝水的水有关系 所以呢我们分为三个方面来分享 第一是出来打水 第二是主赐火水 第三是丢下水罐 首先呢我们来看出来打水 撒玛利亚妇人呢出来打水 主呢早就坐在井旁等她了 所以啊不是我们来寻找主 是主来寻找我们 那这个妇人为什么正午的时候才出来打水呢 也许她是要避开众人 也许她是懒惰诚信 或者是两者都有 不管如何 水还是要出来打的嘛 那是生活的必需品啊 再怎么懒 再怎么羞于贱人 也得出来打水不是 她得维持她日常的生活呀 所以出来打水呢让我们看到 主在寻找她 我们信主耶稣 也是主在找我们呢 第二是主赐火水 耶稣就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撒玛利亚妇人呢 请你给我水喝 撒玛利亚妇人就很惊奇 一个犹太的男子 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耶稣就说 你知道我是谁 并且我要给你活水 你就凿求我 我也把活水给你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 她来打水的时候 也许她边走边想 边走边埋怨 哎呀 真麻烦 天天要出来打水 不打又不行 所以当主耶稣告诉她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耶稣的这句话 正中了她的心意 所以她马上回答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麻烦来这么圆打水 耶稣多么有智慧 从她的切身需要下手 然后呢来引导她 让她明白 她有更大的需要 就是心灵的饥渴 主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 你去叫你丈夫来呀 她说我没有丈夫 撒玛利亚妇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 现在是第六个 所以这个妇人在找什么 她可能在找爱情 我们假设她在二十岁结婚了 每五年换一个丈夫 现在都年轻半白了 她一辈子在追求爱情 却得不到 癥结在哪里 在于她还没有得到 从神那里来的爱 所以她也不知道 如何去爱人 去维持夫妇之间的爱情 所以主要把活水赐给她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找爱情 但是我们需要领受上帝的爱 然后呢 第三点是丢下水罐 当主耶稣启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她自己就是弥赛亚 是从上帝那里拆来的救世主的时候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 就丢下水罐子 跑到城里面去 她的人生目的 价值观完全改变了 她跑进城 城市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哪 从前 从前她是见不得人的 现在叫人来看 因为她从前呢 只是想到自己 从前 但现在呢 她顾到别人 从前她只有污秽的历史 见不得光 现在她找到了基督 可以在众人面前做见证 她也毫不避讳的 两次说出 自己信耶稣是基督的原因 因为她将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所以啊 这位耶稣知道我的秘密 知道我的心事 所以我认定她就是基督 是弥赛亚 是从上帝那里拆来的救世主 要把我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呢 撒玛利亚城里面好些人呢 就因为这个妇人的见证 就信了耶稣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啃放下水罐子 马上去做见证 将耶稣的救恩传开 这是我们的好榜样 但若我们也能够放下一切 以见证神的大能 为我们首要的工作 感谢主 愿神赐福您 请不吝点赞福您的荣誉